妈妈去新房子 你再加二 快换换 慢慢 最近几乎是每天都要到新房子去 因为刚好买了很多家具啊 家电啊 然后还有安装的事情 所以说租的是一套精装修的房子 但是要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 我也很期待啊 快一点搬进去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戴口罩是因为我羊了 我怕传染到您 没事 没有别的意思 你协定过来的 我也住协定了 你也住协定了 这么巧的 你这张怎么弄 那个他没有给你 有啊 头子给我了 水电都没有 水电没有 是什么意思 我没懂 没水 应该 这里水 你没拿出去 外面没有是吧 没有 怎么办呢 你没水 你这个水 做不活的 没有办法牵出去了吗 你这里是不是放冰箱啊 不是冰箱 这里是洗衣机 洗衣机这么高的洗衣机 两个一个干衣机一个洗衣机 两个 没有准备做之前可以选一个拉出来 这个备子做好了就可以准备进去 进冰箱 冰箱就做难看似 哎呀天呐 我也不知道这也是昨天才装的 你组的为什么不先联系我呢 没有因为那个 我做好了再装做好了 我一直在等老板的消息 他也不懂这东西 他设计这是网上的 我一直在等他的东西 对你昨天装了吗 等我们弄好再装上去就不好了 昨天这个相当一天是 哎 昨天面前我就好装过来 这就是昨天才装的 嗯 哎呀 虽然我这冰箱 做不来 这不出去啊 不就这个 没有水 你花 你都炒这么活的 对 灯也没有 明管可以吗 明管明线可以吗 找不出去啊 你这 你这个门的装好 怎么怎么去啊 哎 他这里下面都没有水电了吗 没有 不太可能吧 没有没有 这个我都是 这次家里装的 装鞋自己拉出来的 那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你后面还是那个玻璃的 就是就是前往后打一口 从后面去 是吧 哦 可以吗 你这个线是怎么 你说这个 是玻璃的 这个是他本来就有的 也不是我装 但是你 你这个柜子没装 不是柜子嘛 这个没装的嘛 所以我这里可以挖一口 我把它走出来 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啊 那现在 哎 可不可以从 从这个下面呢 装鞋啊 行吗 可以装吗 那就装嘛 难看 这好好的东西 弄的装鞋 那但是我 我没有办法用院子呀 难看我真的是可以牺牲掉 你这个装鞋 哦 装鞋 那就装嘛 这不是你们的装鞋 这不是干化 你装不了鞋 不是干化的 就装鞋 但我也不知道 因为它是不干化 还可以把这打个洞吧 对啊 只能这样 可以装鞋 下面打个洞 也可以 好吧 也可以 打扣打个洞 但是很快装 嗯 可能不如 原来是一样的话 接进去好 怎么这样 好吧 好 这里就是橘子树 然后那棵桃花在哪 在这里是吧 对是人的 嗯对对 挺好挺好 就吞勃一放是吧 嗯嗯 草一种 对花一种 嗯 花就是要换成那个比较 没有毒的花 然后就四季都有的花就可以了 没有四季有的花 哪里是 不可能 越近的很难养的 你越近是有的越近 北京就很难养 哦 很难养 打药 四季 不行 不行 我不会 多养 你肯定种简单的好养的 对 好养最好养就是茶花 那就茶花嘛 茶花 那马上就可以开了 茶花吗 茶花有虫吗 早没虫的 你种我 我肯定种点那个 多捏生的 好养活的 那就种 下的小花 好看你自己会打 好的 它这里算是两万五千块钱 我跟你说过了吧 他还没跟我讲 发稿是两万五千块钱 您看一下能不能再压缩一下 这个价格本身就很便宜了 行 本身就很便宜了 来 吃一个雪山池的 嗯 这雪梨还灯的 可以加灯的 是吧 嗯 我看美女我都不好意思可以搞这个 真的 是 我本来想的是两万二三这样就坐下来的 不是 因为你东西你看你一直被那面积的 你还拿一种轻机弄的 好像什么都上出来 水电拿出来 是吧 一点折扣都不能大了吗 大了没意义 我们就在这个价钱里面去订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对吧 不是 你相信我 对 因为这句话越说起来 我越 要说我做的不好 效果不好 我越不舒服 就不舒服 这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您有经验啊 我没有呀 就不用去想那么多 然后您有经验 您肯定是比我 比我知道要什么东西的 那我肯定知道了 对啊 对啊 我觉得你都念我 最喜欢什么都知道 对 这个煮我做不了 叫给您去做就好了 那这边大概坐下来 大概多久 这个雪梨吃豆了以后 雪梨吃豆以后 我可能两三 三天以后就给你了 好的 太好了 我这个雪梨吃豆 行 所以你今天付钱的话 我今天下大 好 刚刚这边都雪的 估计要 我的天啊 懂了 懂了 那就这样 这边是您帮我拿进来的吗 对 哎呀 辛苦了 辛苦了 对 我能做到 哎呀 好细心啊 还帮我拿进来 我们不能大小 只要同一做 就交朋友的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没事 那你慢走 我待会回去的时候 我就跟您讲一下微信 把钱转给您 好好 再见 嗯 今天到了三个马桶盖,还有地毯,我现在得打电话 你好 师傅你好,我是那个万科大喜鼓一个李小姐 货到了是吧? 货到了,三个都到了 好,那明天给你做吗? 明天啊,今天来日了是吧? 今天去不了 明天下午可以吗? 明天下午几点? 三点可以吗? 三点应该没问题 应该可以 好,那我们就约定了,三点,好吗? 好,三点左右,没这么准事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三点以后 好的,好的,行,可以 好的,谢谢您 没事,没事,应该的,再见 昨天我匆匆忙忙的走了 然后最后我没有看到衣柜的成品 哇,感觉好坚实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这个地方 这个衣柜呢,这个地方呢 是放洗衣液啊,各种就是洗底用品 下面这里呢,就是我收纳吸尘器 还有托把,扫把的地方 要不放在客厅或者厨房 都是很难看的,是不是? 所以这里就做了一个收纳 嗯,还买了一些小配件 到时候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的 怎么用 然后这个地方也很,很够用了 这个地方很够用了 嗯,这里是,直接就是搭上来的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 还可以把这个板板给它拆掉 很灵活 很结实 门这里呢,我是做了这种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它会吸上去 然后,这样 就不要那个手把了 要手把的话就比较难看 哇,上面看一下 上面这个储物空间很大 这里面包的是水罐 这边也是储物 诶,这边不是 这边是 哦,这边就没有装那个开门器 为什么呢? 待会儿我要到电话问一下 哦,我懂了 因为,因为这里没有重合 这个门没有重合 所以不需要开门器 不行 好,不行 等半夜的时候 把洗衣机往这边一安装 哦,没问题 玻璃门和纱窗也装好了 我们这个邻居还是很给力的 我看一下 咦 这啥意思呢 这怎么开的 我有点懵 哦,这一个是在那边 不对啊 哎 纱窗也装好了 装的是三段式的 哎 那怎么还不会用呢 哦 我现在要把它窗子推开三位 嗯,蛮结实的 现在要在楼上去看一下 关键是楼上那个玻璃 厨房的扇门也安好了 都打开透透气吧 这是外婆的房间的纱窗 嗯,这里的厨房 嗯,正好 哇,这里甚至都还装了一个 哦,我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网是很厚实的 看到了洗衣柜了 哇,这个洗衣柜好漂亮啊 这里可以放小猫咪的饭碗 就让他们在这里吃饭了 然后这里可以放他们的罐罐呀 盘子呀 各种 哦,这个是因为没有重合的 所以可以是直接打开的 好大的空间 哦,这边没有东西了 这边应该是就是包水罐的地方 这边还有柜子 这边有料 嗯,洗衣柜整个就是这个样子 先打开让它散一下味道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味道哈 啊,到处都是灰 啊,要请人来做开花宝姐了 现在这个是最重要的玻璃窗 哇,它这个没有给我装锁啊 这个没有锁不行啊 这刹窗没有锁怎么行 我一推就开了 唉,给它打电话 嗨,有关 我看到了,灯弄得挺好 窗子都挺好的 但是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二楼阳台的那个纱窗 没有办法按锁吗 我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跟您说 要想装一个锁 因为猫它可以挠开的那个窗子 然后开了,我给你装一个 给你装一个碰锁 您给我装一个锁 然后还有那个花园的那个门很难弄啊 就是不管王左还是王右 它都不顺滑,不丝滑 很难弄,我弄了半天 好的,我过来看一下 好的,好的 你空了帮我来看一下 然后密码我没有改的 你自己来就好了 好的 辛苦您啊 你尽快来 好的,谢谢 拜拜 这是啥 我还不知道是啥 要不要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对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这里 这里可以 哦,这里可以 哦,是一个门 哦,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对 那是那个找的 我是装在楼梯那里的 行,谢谢啊 就放地上吧 对对对 就这样 好的好的,辛苦你们了 辛苦了 如果平时你们送货我不在的话 就放门口就好 好 谢谢啊 嗯,慢走 这是我定做的柵栏呢 哇,这么长 2米79 原来是这么高 今天过来的很匆忙 又忘了带剪子 也忘了带那个测量 甲醛的那个语气 一忙起来就是丢三那四 每天再过来吧 反正每天都要来的 今天最高兴的 还是看到这个纱窗 全部都装好了 其实我们家 只要纱窗装好 有床 就能过来住了 很简单 其他剩下的 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但是床现在还没到呀 不连的话 可能也就一千多 还要做到一千多 那么多吗 可能要做多 这个也不能装在里面 是吧 你这个就不要装里面 还是黏两边好看 好的 好的 又了了一个事情 本来还以为 要等到他明天才来的 这个小伙子 然后现在又弄好了 窗里凉好了都 好 你刚才想说什么 那个空气能 现在没有热水对吧 就空气能 我先帮你开一下 你现在要不忙 没有那么快 就你教我就可以 好的 你这个是开多点 看一下 50度它在慢慢烧 它在烧 听到声音了吗 外面在烧 有个锅炉声音 就它会自己一直在烧 是吧 就是它会自己一直在烧 我才就开手了 明白哦 那这个开关又是 这个就是换气的 对 开关换气 然后你看 有风了吗 这个是地暖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一个方便也有一个 每一个都有 这个是空调 这个是地暖 明白 好的 对 听到声音 听到 它是新风吗 对对对 全屋的新风是吧 对 它不能单独控制啊 应该是不能单独控制 它只有一个面板 哦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新风 对对 明白 我们先给关了好 好的 其实没必要 其实没必要 我来给你看一下 那个燃气好不好 哦 燃气已经装好了 开工了好了 但是它那个猪肉 不知道需不需要调 哦 行等它回来吧 就我现在 我这边的密码是没有换的 它如果什么时候方便都可以 它自己来搞就行了 好的 那你要提前 你有它的微信吗 没有 它微信推给你吧 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它 因为你那个摄像头 不是还要调整吗 对对对 那有没有其他问题吧 没有了没有了 好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拜拜 白天出来的晚上 回去一天时间就这么过了 感觉过得好快啊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明天再过来 明天事情可多了 装冰箱 装那个智能把头 还有各种 都忘了 我发现新装修房子里面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这几天我连续来 然后我的脸都持续的在过敏 所以现在可能这个房子得先放一会儿才能住 所以明天我过来的时候得要记住带那个测甲犬 还有各种的那个仪器过来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就得先放一段时间才能住 好操心呢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健康第一 安全第一 今天我最高兴的是这个院子的事情 我以为会要很久 没想到这个老板是个比较爽坏的人 然后只要我今天定下来 和同一切呢就可以给我弄了 所以刚才就已经给他把钱给付了 估计十天内吧 我不敢说按照他说的三五天 我就说十天吧 应该能有一个很大的概观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想让猫去院子里面玩的话 他肯定很容易跑出去 特别是有树 现在老板给我想了一个招 他说在墙上挂一些猫不喜欢的植物 或者是那个有刺的网 就是潮里挂 这样他就不会想着要去攀爬 这也是个好方法 具体的到时候再跟他请假 每天也只有这个时间才能有空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说今天的情况 我买的东西又弄错地址了 寄到这边了 明天再带过去吧 完蛋了这么多 都是寄错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新风 也是总的还是说 它每一个外面都在外面 哦哦哦哦懂了 它其实这个不是 哦这是电暖子 哦哦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电暖 电暖 电暖也是每个房间不一样 单独控制的是吧 对对对 这边是个好方法 对对对对对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